原来奥特曼也会生病的 你敢相信吗 赛罗奥特曼躺在床上觉得头很疼 奇怪的是他的床居然放在房子的外面 而且天空还下起了雨 难道这样不怕感冒吗 小迪加和小戴拿听说赛罗生病了 决定前去探望一下他 不过赛罗的家是一座悬空在海上的小岛 他们只能开直升机飞过去 飞了七七四十八天 终于来到了这座神秘的小岛 我的天哪 他们的家竟然是一间粉色的小房子 旁边还种了一棵托雷基亚最喜欢的樱花树 这座小岛好神奇啊 居然不会掉下去 格力乔一大早已经在门口等着小迪加和小戴拿 小迪加的飞机缓缓降落 他们第一次来到赛罗的家感到很激动 格力乔阿姨 你们家的房子好可爱啊 我能先参观一下吗 欢迎你们来到我和赛罗的家 这个地方还没有其他人来过 你们可以随便参观 接着小迪加就骑着赛罗的自行车 在小岛上欣赏一下优美的风景 这里简直就是世外桃源一样 小迪加突然想起一件事 自己是来看望赛罗奥特曼的 差点忘了正事 小迪加走到了赛罗的床边 他问赛罗怎么样了 赛罗说自己没什么大碍 只是感染了贝利亚的病毒 只要休息几天就好 小迪加见到赛罗没事也就放心了 他跟小戴拿说是时候要回家了 格力乔叫他们吃完饭再走 结果遭到了小迪加的拒绝 但小戴拿却说 要走你先走吧 我要留在这里照顾赛罗奥特曼 然后小戴拿打电话叫来了直升机 小迪加只好一个人坐直升机离开 格力乔跟小迪加挥手告别 但小戴拿的样子看起来好像有点不高兴 这时候天空开始下起了细雨 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不把赛罗的床 放回房间里面去呢 这实在是太奇怪了 大病 不能个大病 酷 小迪加比较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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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